是不是 打死是不可能的 就是有可能是被逼死的是不是 被逼死或者是直接利用自杀的原理去叫他 但是你 你可以确定你妈妈是非正常死亡是不是 对 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 你妈妈的尸体那个尸体报告你有没有 有 有就是当时给了你的还是后来给你的 后面给我的就是通过校阳寺法医做出来的判斤 尸体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有在 有在现场 就是你看到那情况有什么异样的情况没有 就是有被打的伤痕 有就是都去受伤 因为我在 最异样的就是 就是类似的伤痕 前六十度交叉 什么 六十度交叉 一个就是往那个脖子的后面去 这里是往脖子的后面 一个是往耳后盖去的 就是说 前一度交叉 不对劲是不是 不对劲 不对劲不平行 那为什么他们要抢 扮演派那么多警察 抢你 抢你妈妈的尸体呢 因为在这个死亡进行的时候 我们要求是按下国家陪想法的 其次追究责任 而政府 她是要求来就是按名字不想 她对她按名字不想 她还准备用交通死亡法来 会进行死亡法来 结果提到来 你妈妈是交通死亡吗 不是不是交通 不是在银村亭里面被车撞死的吧 对 对 那就应该不能够用那个交通 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赔偿和那个刑事追究问题上 就是政府和和你和你的家人发生那个 就是一级不协调是不是 就政府采用就是强制手段 就抢手势 是不是 他这一点的政府我想呢 他是因为我弟弟的这个情绪不稳定 因为我弟弟容易激动嘛 他就讲 按照他这样的说法的话 我弟弟肯定会反抗 就刚好就好像动了他的记忆一样 抢手的时候 还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其他什么事情吗 意外的 在抢手的过程中啊 他们总有警义 因为我我老爸阻止他们用那个石飞打向他们民警的时候啊 他们马上有人就分手 四个对一个 就把啊 把我爸跟我三个姨妈还有一个弟弟啊 一队暴打 当时我弟弟在外面 刚好就看到他们进来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跑进来了 那我弟弟见他们打我爸就跑过去阻拦他们嘛 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围起来对他就是一定报道 打着在地上都不能动 他躺在地上 他们抢尸体为什么要打你们呢 这个就要问清楚了 哦就是他们就是无缘无故打你们是不是 对 因为呃 因为呃 因为我我爸有做错事 但是我弟跟我 三个姨妈跟弟弟 一个他们男说语的是 羞无父亲之类的 所以三个父女跟 哦就是傻了个石飞的是你爸爸是不是 对 呃 你爸爸也不会是无缘无故扫石飞吧 就是他们抢尸体他就扫石飞是不是 这个我就当时我没在 呃 我爸身边没在现场啊 没在我爸身边 但是呢 就我问我爸了解的就是他们 呃 先就跑过来就是掀我妈的灵鳅 因为我爸肯定就不不服 我就拿着是阻拦他们 他们可能把我爸推了一下 送了我爸我爸才会这样子的 那石飞是是哪里面的呢 哪里面的 因为石飞是我呃 那个不是我妈的遗体在那里有几天的吗 哦就是在那个灵鳅里面是不是 是不是 在灵鳅下面那里面那个房子那个水啊 哦 不是不是是宣传备的是不是 嗯 哦 呃 你弟弟是为什么被抓了 我弟弟他是以妨碍公务 但因为再一个就是我弟帮我爸体被说 撒石飞撒到人家眼里面 当然这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我当时没在现场 因为呃那天晚上就是政府呢有几个呃 呃光源要求我们就跟他协调这件事情 刚好我跟我自活的跟他们一起协调去了 呃而在协调过程中在我们已经承诺 第二天一定处理尸体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哦 哦 呃那现在你妈的遗体已经火化了还是在病动 他们跟我说是没有火化 但是呃 遗体已经在校洋兵营馆里面最起码的 就没在我地方了 你们还能能够接待你妈妈的遗体吗 嗯 这个问题的我就要问政府了 我现在就说现在政府已经不准你们接触你接触和见你妈妈的遗体了是不是 对 那政府凭什么不准不准不准你见你妈妈的遗体呢 他提议就是只有满政府没有满肯定 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 嗯 米尔佛政府呢 嗯 搞了什么都搞不一定的 但是这句话不是原话 但是大概意思都是这样子 而且是在底培会上说出来的 哦 肯定是 是不是有这样的有关于这么说 和政府作对死路一条是不是 嗯 差不多是这样的 哦 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呃 呃 现在你弟弟现在 呃 妨碍公务罪 就是 是刑事拘留了还是 还是那个 刑事拘留 还是治安拘留 是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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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Justice 按照法律 按照法律法规来做事 对 这是法律法规 是不是 嗯 那谢谢你 谢谢你 我谢谢你配合我们 天网维权事务所 对你进行采访